他们的绒毛洁白细腻深受市场欢迎 他们的肉质鲜香滑嫩堪称山间美味 他们为养殖户打开全新制服空间 推动当地经济蓬勃发展 本期农广天地带您走进陕北 了解陕北白绒山羊的养殖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陕北是我国的革命圣地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生活战斗过 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实陕北也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 拥有很多集聚地方特色的物种 陕北白绒山羊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我们就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陕北白绒山羊是以辽宁绒山羊为副本 陕北黑山羊为母本 经过25年的培育而形成的绒肉兼用型山羊新品种 既有产容量高 绒纤维细长 遗传性能稳定 适应性强的特点 2002年4月通过了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被认定为绒山羊新品种 陕北白绒山羊主要分布在陕西省榆延安两市 其中榆林市恒山县是陕北白绒山羊主要育城区和主产区 陕北白绒山羊的适应性比较强 在我国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都能够饲养 目前陕北白绒山羊已被引入宁夏甘肃等地 对提高当地羊的羊绒产量效果明显 过去陕北白绒山羊一般是采取粗放的放牧饲养 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后 放牧的方式逐渐被摄氏的养殖方式所取代 十四摄氏牙牙最大幅度的提高了草草的载水量 放牧死每只牙大约需要二十到二十五亩左右的草草 这时候每只牙大约需要两到三亩的草草 另一方面摄氏牙牙子的采高了明显 从发牧死的百分子一百零五 提高到目前的百分子一百五十八 目前除了种羊外 所有的羊都采取全年摄氏的养殖方式了 那么就来看看羊摄的环境怎么样 根据荣山羊的习性 公母羊要分开饲养 种羊摄应建成封闭式羊摄 其他羊摄应建成开放式或半开放式 羊摄要求采光好通风好 由于冬天 荣山羊全身被厚厚的羊绒包裹可以抵御寒冷 在羊摄自然过冬就可以 羊摄的面积一般是每平方米一到二只 在羊摄前面要配有运动厂 运动厂按照每只羊四平方米来建造 运动厂四周要配备围栏 在运动厂四周要设置石槽 还要在舍内配备微子型草架和饮水设施 饲料准备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饲草 精料 和全架饲料 在四草方面山北白荣山羊比较喜欢河本棵植物和豆棵植物 例如河本棵中的芦苇 豆棵中的木须草 百里香的 冬季要注意注射干草 四味山北白荣山羊常用的精料种类有 玉米 黑豆等 山北白荣山羊的羊绒含流量越高 绒毛的强度和弹性越好 因此除了四味四草和精料外 还需要四味由寒流添加剂配比成的全架饲料 郡舍和饲料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我们就要选择种羊了 山北白荣山羊 种公羊选择 一般是分为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锻炼选择 根据他的西谱 假设他本身的卫毛他就进行选择 一般是选择出色最大 体型卫毛和绒毛密度好的 这就是个体作为后面 第二个阶段就是 周遂从击抓人界对死路 要求这个细度在14.5微米以下 潮度在6厘米以下 采入链在800克以上 第三个阶段就是准备界定 三岁的时候 就是采入链在17克以上的 潮度在这个8区分以上 细度在15微米以下 所以种公羊 山北白荣山羊 种牧羊 选择同样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与种公羊要求一样 第二阶段 周遂抓绒时 要求绒毛细度在14.5微米以下 长度在6厘米以上 产容量在600克以上 第三阶段 在三周遂时进行 绒毛细度在14.5微米以下 长度在8厘米以上 产容量在800克以上 这样的羊可以作为种母羊 在每天清晨 羊官们会打开羊舍 将羊群放牧到指定的操场 进行放牧管理 种公羊和种母羊要分群放牧 每群可以控制在50到60只左右 在下午4点左右 就会将羊群赶回卷舍 回卷前要集中补喂一次水 在每天晚上5点 要对种羊进行一次补四 补四要使用精料 精料是将玉米和黑豆 按照7比3的比例混合 四位给种羊 非配种7种公羊 每天每只羊四位0.5千克左右 空怀7母羊 每只羊每天四位0.3千克 冬季牧草干枯时 就停止放牧 在社内饲养 非配种7种公羊 每天每只羊四位甘草 2到3千克左右 精料0.5千克 空怀7母羊 每只羊每天四位甘草 1到1.2千克 精料0.3千克 经过两年多的精心饲养 种羊们的体质被调养的更符合繁殖要求 不过养殖户们深知要想获得较高的繁殖率还得依靠科学的繁殖技术 人工受精成了他们的首选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在传统情况下 山北白绒山羊一般是一年一胎 为了提高羊绒的产量 采用两年三胎技术 牧羊2到3月份第一次配种 7到8月份产高 9到10月份第二次配种 次年2到3月份产高 次年6到7月份第三次配种 次年11到12月份第三次产高 无论是哪次配种繁殖 都是采用人工受精的方法 成活率一般为90%以上 种公养每周可以采精两次 在采精之前要选择健壮 性情温顺 并且没有疾病的母羊作为台羊 将台羊固定在采精架内 然后将种公养迁到采精室内 当公养起跳爬上台羊时 迅速将公养阴精引入采集杯中 取到精液后 要将橡皮管夹层内的温水除去 然后取下注存精液的容器 精液要放在38时度的保温柜内存放 山北白蓉山羊 种公养的摄精量很少 平均每只羊 每次仅为一毫升左右 为了扩大输精母羊的数量 并且维持精子生存环境 一般要对精液进行稀释 稀释后 精液中精子的存活时间 比原精液中精子延长很多 一般是使用鲜羊奶进行稀释 先将鲜羊奶使用纱布进行过滤 过滤后 要使用95时时度左右的高温 进行蒸煮消毒 需要蒸煮消毒15分钟左右 消毒后要静止冷却一段时间 使温度降到35到40时时度左右 然后将鲜羊奶 维生素B12注射液 精液按照10比1比1的比例 进行稀释 其中 维生素B12注射液 可以提高精子活力 延长精子保存时间 将稀释后的精液摇匀 放在38时时度的保温柜内 陕北白容山羊的人工手精 一般是采用细管常温人工手精法 这种方法是由陕北白容山羊圆中厂 事业研究的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新技术 下面来看看 怎么制作输精管 首先 把输液管 剪成20厘米长的细管 然后将稀释后的精液 注射到细管内 每支细管内 约含圆精液0.1毫升左右 用酒精灯 将细管的两端 烧烤封口 在35到37时度的状态下保存 保存时间不能超过6小时 6小时内要完成输精 否则影响精子质量 在每个配种期 母羊发行后要立即输精一次 使用时将细管的一头剪开 缓缓地插入母羊阴道内 再剪开另一端 空气进入后 精液就会自动被吸入 然后再缓慢地取出输精管 就可以了 输精量为0.1毫升左右的 原精液 隔8到12小时后 再输精一次 量是一样的 这样能保证较高的受胎率 配种后的陕北白容山羊 不久就要进入忍生期了 忍生期是指陕北白容山羊 母羊从怀孕到产高的阶段 平均150天左右 山北白容山羊 采用两年三胎技术 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 羊绒的生长季节 从每年的7月份开始 到来年的2月份 其中10到12月份 为生长高峰期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年三胎技术 第一次 2到3月份配种 6到7月份 为人生后期 第二次 9到10月份配种 次年1到2月份 为人生后期 第三次 次年6到7月份配种 次年10到11月份 为人生后期 这样的话 前两次配种 人生后期所需的营养 与绒毛生长高峰期的 营养需求 恰好错开 而第三次配种的 人生后期 就会和10到12月份的 绒毛生长高峰期 产生营养 相互争夺的情况 所以 在这个时期 白容山羊的饲养 要格外注意 成功配种后 人生期的母羊 成为养殖户们的 核心保护对象 在饲养管理上 不仅要照顾到 母羊在孕期的 种种特殊需求 还要考虑到 如何促进 他们的腹中胎儿的 健康成长 多年的养殖经验 让当地养殖户们 总结了一套科学 有效的 妊娠期饲养管理方法 7到8月份 妊娠前期 也就是妊娠的 前两个月 绒毛刚开始生长 此时 胎儿发育也比较慢 需要的营养物质较少 可以思维精妙 和木续草 木续草 每天思维三次 每只母羊 每天思维 1到1.2千克左右 精妙是将玉米 和全价饲料 按照1比1的比例混合 四倍给母羊 全价饲料 主要成分为 玉米35% 燕麦25% 麦麸15% 粗蛋白12% 豆粗11% 食盐1% 含牛添加剂 1% 其中含牛添加剂 可以促进绒毛的生长 增加绒毛弹性和强度 精妙 每天思维三次 每只母羊 每天思维0.3千克左右 每次鲜味木续草 后味精妙 在人生后期 也就是9月份以后 绒毛生长速度加快 胎儿生长 同时也加快 这时就需要增加营养了 每只母羊 每天思维 木续草 2到3千克 精妙增加到 每只母羊 每天0.8到1千克左右 每天思维三次 每次鲜味木续草 后味精妙 一直思维到产膏 第一次和第二次配种 在妊娠前期 思维方法与用量 与第三次配种的 妊娠前期是一样的 在妊娠后期 由于与绒毛生长高峰期错开 相比第三次妊娠后期 思维的量有所降低 木续草 每只母羊 每天思维1.5到2千克 精妙 每只母羊 每天思维0.5千克左右 每天思维三次 先为木续草 后为精妙 如果没有新鲜木草 可以用干草代替 无论哪次配种 150天后 山北白绒山羊 母羊就分娩了 两年三胎 一胎产一头或者两头 出生到2月0 断来的小羊 为羊羔 有70%的绒囊原始体 在这个时期发育成绒纤维 若母乳不足 会影响一生的产容量 而7到8月份 正是绒毛刚刚生长的时期 所以这个时期产的羊羔 在管理上一定要注意 羊羊出生两小时内 就要吃到出乳 出乳的营养价值高 能够促进白绒山羊毛囊的发育 羊羊出生后 几乎每隔两个小时 就要吃奶一次 以后逐渐减少 所以产羔后 应将母羊和羔羊 放在一起饲养 母羊和羊羔 在一起生活两周左右 就要开始对羊羔 逐渐断奶了 这时就要将小家伙们 分到单独的卷舍了 但是要将羊羔 放到母羊社的旁边的卷舍 这个时候 可以适当地给羊羔 撕尾些木须草等清律资料 让羊羔自由取食 逐渐去适应四草的味道 除了四草 还要保证饮水的充足 但是这个阶段 也不能完全断奶 每天上午 要将羊羔 放到哺乳期母羊卷舍 让羊羔喝一次奶 喝完奶后 再赶回羊羔的卷舍 如果是冬季 可以四味 注存好的甘草 山北白蓉山羊的哺乳期 已斑为六十天左右 这时需尽量提高 母羊的产奶量 在哺乳期 先将玉米粉和黑豆粉 按照三比一的比例 配比成精料 然后将玉米鸡杆粉 精料 豆腐渣 和水 按照一比零点五 比一比二的比例 混合在一起 经过搅拌后 制成母羊哺乳期死料 再哺乳期 每天四味三次 早中晚各一次 每天每只母羊 四味四到五千克左右 一般来说 羊羔在二月零断奶 这时 白蓉山羊的绒囊 已经发育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断奶前 要对羊进行第一次免疫 进行口提液免疫 具体操作是 使用口提液 O型 亚洲一型 二价灭活疫苗 每只羔羊 注射一毫升 除了免疫外 还要进行一次驱虫 圈养白蓉山羊 容易感染各种体外寄生虫 一般使用 一味菌素 每只羊羔 使用十五毫克 这次驱虫后 以后每年的春秋两季 要各驱虫一次 一般是使用 一味菌素 用量依据说明书使用 免疫也要按照 国家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计划来操作 非国家强制动物疫病的免疫 可以根据羊场的 自行情况而定 免疫和驱虫后的羊羔 要打上耳标 表示已经进行免疫 免疫后的羊 酒皮断奶了 也就进入到 玉成羊的管理了 对于陕北白蓉山羊来说 玉成器的饲养管理重点 不仅在于 要让它们长得好 长得快 确保肉质肉量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 要帮它们做好绒毛的 纾碱整理工作 以提高绒毛的品质 说起来 这是一件技术活 无论是哪次配种产的羊 这要是三月零以上的 白蓉山羊 在每年的四到五月 都要进行一次 剪毛和抓绒 第一次配种 七到八月份产的高 到了四年的四到五月份 就九月零左右了 第二次配种 二到三月份产的高 在当年的四到五月份 也有部分羊 达到三月零了 第三次配种 十一到十二月产的高 到了四年的四到五月份 九六月零左右了 这一部分羊 就可以开始剪毛和抓绒了 无论什么月零的羊 剪毛抓绒的方法 是一样的 剪毛和抓绒要同时进行 在剪毛前 我们来认识一下 陕北白龙山羊的羊毛和羊绒 羊绒由鳞片层和皮质层组成 粗度平均14.46微米 内部中空 中间就像一根管子 中间的空气可以有效隔绝内外环境 起到保暖作用 是高级毛纺织品的原料 羊毛粗度平均27微米 保暖性能稍差 一般是作为普通纺织品的原料 抓绒要选择天气晴朗的日子 要在山羊停止饮食12小时后进行 一般是先剪毛后抓绒 剪毛时先将羊用绳索固定在木杆上 固定好后就可以用剪刀开始剪羊毛了 剪毛先剪一侧 剪完一侧再剪另一侧 最后剪腹部 剪完羊毛就要开始进行抓绒 抓绒时将羊侧着放倒 为了防止羊在剪毛过程中误伤到操作人员 要将羊的两只前蹄和一只后蹄捆绑在一起 留一只蹄布绑 主要是为了方便抓腹部的羊绒 当准备工作都做好后 就可以使用专业抓绒的铁梳子开始抓绒 顺序由上而下进行 梳子要贴紧皮肤 用力均匀不可过猛 以免抓破皮肤 每梳满一梳后 要用手将绒毛轻揉成一团 然后从铁梳子上将绒退下 称好重量 装入袋子中就可以了 抓好绒后 就要立即将羊放起来 剪毛和抓绒 一般是每年进行一次 第二次配种 二到三月份产的糕 应该说在四羊上是比较特殊的 四到五月份 这些羊羔也就到了育成羊阶段 抓绒后 从七月份开始 绒毛又开始生长 同时身体骨骼的发育也在加快 需求的营养物质较多 那么在四位上就要注意了 四调的搭配 要满足多长绒 长好绒和正常身体发育的两方面营养需求 一般是每天四位两次 每天早晚各四位一次 每次喂料都要四位三种饲料 先来看何本颗饲料 一般可以四位芦苇 每只羊每天四位0.5到1000颗左右 吃完后 接着就要四位豆颗饲料 牧絮草是白蓉山羊最喜欢的食物 每只羊每天四位0.5到1000颗左右 最后要喂给它们精料 精料一般是将玉米和黑豆 按照7比3的比例混合配比的 每只羊每天四位250到350克左右 每次四位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四位 如果鲜味精料 白蓉山羊就不会再吃别的饲料了 到了10到12月份的绒毛生长高峰期 四位量要有所增加 芦苇和牧絮草的四位量不变 冬季如果没有新鲜草料 可以用筑存的干草代替 精料要有所增加 每只羊每天四位500克左右 四位次数和方式是一样的 一般来说 陕北白蓉山羊从三月零抓茸开始 可以饲养到四到五年 四到五年后 绒毛质量逐渐退化后 就可以淘汰了 了解了陕北白蓉山羊的养殖技术 我们不难看出 要取得较高的养殖效益 必须把握设施完善 品种优良 技术先进和经营友方 这四个重点 如果您的条件事宜 又能在这四个方面上下功夫 相信陕北白蓉山羊 一定能在制服录上 助您以鼻之力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或信息 请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